极微网消息 12月22日 数据调研机构IDC发布对2022年中国PC市场的十大预测 IDC指出 疫情时代 中国PC市场在2021年迎来了同比16.1%的正增长 势头强劲 在配件供应、政策变化、市场需求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 2022年中国PC市场仍面临诸多挑战 但IDC认为 2022年中国PC市场在以大学生、时尚新锐、数字驱动和数字原生型企业为首的市场需求带动下 仍将保持上涨趋势 商用市场5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.7% 其中移动办公需求的持续增大将引领商用市场增长 而消费市场5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.4% 台式机格局向两极分化发展 随着大量3A游戏大作移植到PC平台 预计2022年搭载RTX30显卡及高性能CPU的PC级别台式机将呈现上升趋势 更多的游戏用户将转到PC级别台式机市场 且重度游戏用户对PC台式机的外观需求也将提升 随着消费用户对PC特定游戏 会议使用场景的需求提升 PC相关周边外设出货会出现更明显的需求增长 笔记本屏幕比例多元化 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各厂商正在从更多的视觉角度寻求提升客户视觉体验 数字原生贷对协同办公类应用水平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代际 以个人消费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为主要代表行业的中小企业PC需求 会在未来持续提升 这边的稳定会发行业 会在未来持续提升